Hello 大家好,Re1です 在昨天,也就是3月7號的凌晨2點左右 有一個Dragon Ball Games Battle Hour的直播 就是那些龍珠的格鬥遊戲 卡片遊戲之類的比賽的直播 不知道各位有沒有看 那個我開頭是稍微看了一點 然後以及中間氣點 有沒有想說起來看一下那個鷹山的演唱會呢 結果錯過了,超級可惜 不過現在它好像有在重播 就是說它的整個直播啊 可以重複看 也不知道鷹山的那個演唱會有沒有 可以稍微去查一下啦 那個867TV啊,那個Bandai的 那個YouTube頻道 在這個直播中的微生啊 就有各個遊戲的 producer出來介紹一下 關於自己遊戲未來的新增的東西啦 一些情報 然後Dokan Battle的Nazby也是有被邀請上去 所以就有一點點的新情報透露出來啦 雖然說不是到 特別重要的東西 首先就是它有說的這個 改版更新啦 Version Z Version Z這個改版來說 應該是屬於大改版吧 因為主要 我們平時都是以數字為 Version 多少點多少這樣數字 然後這一次第一次是以日母來做 代替啦 所以應該是蠻相當大的改版 首先就是這個 同名角色的問題絕對是會解決的啦 然後接下來我個人認為可能就是 好友方面吧 好友系統 可能會做解決 以及就是我們的冒險關卡 說不定這一輪會新增那個冒險關卡 因為 冒險關卡是一個東西 其實這麼多年來 兩三年來 我們玩家每次有的那種 問卷調查可以填的話 都會填上去啦 所以官方應該是有看到的 只是不知道為什麼就是拖了那麼久 沒有在做更動 所以這一輪的大改版 我個人是懷疑啦 這個冒險關卡 說不定 它也會把它給 加進去做更新啦 我個人是相當期待的 然後至於其他的更新嘛 就 還不 因為它沒有明確的說到 只是說 這個version的改版會讓玩家 新手更加容易上手這個遊戲 所以還蠻好奇 所謂的更改 除了這個同名角色的問題之外 還有 同名角色可以一起擺上去之外 還有其他什麼 方面會讓玩家更加容易上手啦 OK 這個首先就是第一點啦 第二點就是 冠儀318的情報 它只是 非常霸氣地顯示出6周年的強悍 呃 它要單獨做一個Dokkan Now來宣佈 318的情報 喂 在宣佈情報的時候 宣佈另一個情報 才夠好笑的 嗯 也就是到時候 3月16號會開那個Dokkan Now的直播 到時候才會透露318的消息啦 這個我們就 期待就好 接著嘛 第三個就是 就是 我到現在完全一頭霧水的那個 那個新的系統吧 應該是 Pentan Battle Pentan Battle 嗯 你看這個圖片啦 那個悟空 悟空的人物變成那種大頭娃娃 SD 化這樣的感覺 這個Dokkan Now的直播 Nazpi有說到 這個是日版先行啊 所以 原本我一開始是蠻懷疑 這個 看起來 那種 Q版Q版的感覺 是 漁人節 漁人節的活動 因為去年 去年的漁人節有那個 賽車活動 這樣子的 所以這個是蠻讓我好奇 它到底會是怎麼樣的一個模式啦 Pentan Battle 也是有聽人說到 Nazpi好像有在直播說 這個是就是 我們在沒有玩遊戲的時候 也就是離線的時候 它還是會繼續跑的東西 說不定是像以前那種 舊的網頁遊戲 所擁有的那種 叫做 種田的玩法吧 可能就是可以它幫忙掛機這樣子 收穫一些資源 說不定就是可以收穫一些 Zenny之類的 這個倒是讓人蠻 蠻好奇的 因為這種東西加進去 一開始是會 以為是 漁人節的活動啦 但是有透露到日版先行 因為漁人節的話 漁人節來說 日版跟國際版 大部分都是一起 一起的 而這一輪它是說 日版先行的話 可能就是真的是 遊戲內新的常駐的 系統啦 可能就是跟那個 Version Z的改版一起加入 這個倒是蠻期待的啦 如果是講說可以掛陣 領資源 那麼對新手來說 確實是還不錯 因為在剛開始玩的時候 我們都是蠻全資源的 只要有東西可以多獲得資源 那就是非常的棒啦 以上就是這三點啦 這個Nazpi在這一次的活動上 只是推薦了 只是介紹了這三樣東西 看看其他的遊戲 不是新的CV 那個PV 就是新的那個卡片的 像隔壁棚的那個 Region Rogumbo Region 就介紹了他們的新的LF 那個應該叫LF 就是像 Nokan的LR這樣子的 哇那個桃紅真的是好帥喔 雖然說我是沒玩啦 然後 在這一次他們這個直播裡面 我夠的最震撼的 大概就是那個Fighter Zack的那個PV了 哇 他的最後一幕 嗯 我稍微剪一下那個那個視頻看看 把他剪定了 哇那個最後的 Gogita Blue vs Gogita 4 哇那個真的是太爽了 我們一起稍微欣賞一下啦 哈哈 按讚! OK是不是很爽 這個狗奇塔他們的那個調研 真的是精彩到爆有沒有 好爽喔 主要这一次的直播就是这些东西啦 对于Dokkan Battle的情报就以上那三点 然后在这边我最惊艳的就是Fighter Zek的PV 看到的好爽我重复看了好多次 OKOK 那么这一次的视频就到此结束啦 谢谢各位的收看 还没订阅的朋友 麻烦帮忙点个订阅 谢谢 じゃあまたねー